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的确是有没有钱有没有地方可以住 而且我也想跟你并肩作战 尤其是如果你妈妈回来的话 我要怎么面对她 我总不能跟她说我被房东赶出来 所以就厚着脸皮到你家来住吧 我需要一个理由 如果说到你家帮庸的话 我会觉得比较抬头挺胸 诶 玉嫂 什么事啊 少爷 你有什么办法 老是老啊 呆是呆啊 可还不是铁石心肠 好吧 那就决定 让那位小姐做少爷的专属用人怎么样 不过照目前的情况看 一切都还蛮平静的 既然赛赛已经是你专属用人 那就好好把握机会了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那样子啊 什么太后回来之前 怕她呢 什么啊 就是那个嘛 哪个跟哪个啊 就是那个嘛 是不敢啦 大家看到赛赛 什么都不敢做 你们今天废话怎么这么多啊 你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对啊 不然你现在在我面前 打电话给山菜 所以你今晚会到我房间去 不要了 打就打啊 谁怕谁啊 那我帮你剥了 喂 山菜啊 我今天晚上的摄影 带你发现找你啊 就这样 拜 好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 一双迷人的眼睛 在我脑海里 你的身影 回忆散步去 握你的双手 感觉你的温柔 真的有点 透不过气 你的天真 我想珍惜 看到你受委屈 我会伤心 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不敢让自己考得太近 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 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也许有天会欺负自己 想念只让自己 哭了自己 爱上你 你是我尽美的意义 快要十二点了啦 怎么办啦 这家伙到底想干嘛 反正门已经锁了 赶紧装睡好了 不行 他还练我房间的钥匙 怎么办啦 我紧张得都快哭出来了 家伙每次都是这样子 不管别人怎么想 自己要干嘛去干嘛 天哪 赶快让男人睡着吧 这太离谱了吧 我现在是他的佣人 他如果半夜跑到我的房间来 就是一种职场上的性骚扰 对 我只要跟他讲道理就可以了 不行 那家伙根本就是个白痴 讲什么道理啊 难道我就在那边 等着他来侵犯我吗 我一定要逃走 先逃去小悠家 有什么事你也不说 你是乌龟啊 慢吞吞的 这么晚了我想 少啰嗦这种事不晚不能做 不晚不能做 对跟我走啦 我们不能做哪种事啊 你这么晚找我来 就是来看星星啊 奇怪 怎么对不到啊 这里不是东边吗 我简直就是个大白痴 想这么多不知道在干嘛 你白痴啊 笑怎么笑啊 对啊 吵死了 你会安静一点啊 你在看什么啊 我也想看 等一下我还没调好吗 你急什么 我看一下嘛 你不要动 这动一下就差很多 你先 我再看一下嘛 你等一下再调 你怎么那么烦啊 我还没找到嘛 我要找什么啊 我看一下嘛 我帮你找啊 倒明事你好了没啊 你到底要干嘛啊 我好困哦 我明天五点还要起来工作耶 你到底要 找到了找到了 快点快来看 你今天晚上有流星雨耶 流星雨 快点啊 什么都没有嘛 你还有耐心一点啊 我 天哪 我看到流星了好美哦 你看到那颗是不是被一圈光芒包围着 真的耶 我像钻石一样一点一点发着光 被这一圈光芒包围的流星 代表它是被艾成的翅膀所带着飞翔的 你说那一圈光芒是艾成的翅膀 嗯 所以在这颗流星雨落之前 如果被世间情侣所看到的话 他们还会被静止地说住 就像被艾成的翅膀紧紧的脱出一样 会被永远记上艾成的记号 是钻石 我一直想找像刚刚那样流星的项链 但是一直找不到 所以我只好去特制一个 送给你的 不行 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不能收 不准你说不行 可是 来 欢迎戴上 来 欢迎戴上 来 欢迎戴上 Luxiyazii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如果我爱你 只有你爱我的十分之一 你还是愿意跟我交往吗 只有十分之一 你真的 对不起吗 我只是觉得先把话说清楚比较好啊 因为我没有自信 能够像你爱我一样那么爱你 好吧 等我们在一起后 我会努力的把其他九分都补齐 那如果补不起呢 如果补不起 我不会迷藏你 他说我们就分手 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而我只能有那么一天 我应该放得走 我之前印象不喜欢偷偷拉拉的 即兴了两个月吧 印象就答复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不该让自己靠得太近 不该让自己靠得太近 都几点了还没看到任意 废话都挖起来不看 玉嫂早 门口我已经找好了 书柜也擦了 现在我就去叫少爷起床 今天早上怎么精神这么好 少爷早 你怎么那么早就起床了 我怎么睡得着 关于你昨天晚上跟我说的事 我决定了 我愿意跟你试着交往看看 在这两个月之内 我会好好跟你交往 请多指教 我讲话你没听到啊 到没事 干嘛叫这么大声啊 我有听到了 你干嘛害羞啊 我哪有害羞啊 那我换衣服准备上学了 我哪有害羞啊 喂 三菜 是我啦 你还道明师在一起了 是清禾告诉我的啊 她现在在我们店里 你不要嗜气啦 你应该努力去尝试啊 而且这些事 我们不是本来就知道了吗 你不应该完完全全顺从她 而是要彼此让步 但她也能配合你啊 嗯 怎么做 啊 我想到了 我这礼拜天啊 要跟我男朋友去约会 嗯 你干脆把当明师一起带来 然后我们来个四人约会好了 还有这是一个超级平民化的约会 嗯 小悠 看看她能不能配合你 等等 然后就这个礼拜天 你不是要帮我吗 这礼拜天早上十点 然后 好了不要再讲了 小悠 好 没事 没关系 三餐会紧张 怎么可能 我想她应该是太兴奋了吧 你们一定搞错了啦 我一眼就看出来那不是兴奋好不好 你没看到吗 她眼中经常有种不确定 连跟你说话的时候都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 一步好好加油 两个月之后你们等着说拜拜吧 搞不好也撑不过两个月呢 哦 我知道了 你明明在嫉妒我对不对 嫉妒你个头啦 哎呦 反正两个月很快就会过去了 到时候你自己看着办 你如果不加把劲到时候 没人帮他聊你哦 你 怎么了 嗯 我有话要说 说啊 就是 那个 我们去约会好不好 星期天 你一起去约会 好啊 反正我也没事就去约会了 太好了 你们两个要正式约会了 好 少啰嗦 我是嫌子也是嫌子 所以少来 我看你别硬了 你们就那么开心 干嘛装那么酷 嗯 你还记不记得我的好朋友小悠 小悠 哦 记得啊 就是那个个子小小的眼睛员 然后很可爱的女人 嗯 就是他 嗯 他交了一个男朋友 然后他希望 我们四个人一起去约会 哈 四人约会哦 嗯 我们星期天十点约在游乐场 这不会太老土了吗 这就是平民化的约会嘛 我希望你偶尔也能配合一下我的方式和习惯 山菜 你现在是大学生 不是国中生耶 西门 这也没有不好啦 虽然是圣人约会 可是 这是第一次上车主动开口的 你就答应吧 为什么要我跟不认圣人出去约会 凭什么要我配合你的方式跟你的习惯 害我白高兴一场 算 你干嘛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啊 难道你连事都不愿意试一下吗 不想就是不想 以他的个性啊 他不去说不定房子是件好事 可是难道他不能为了我妥协一下吗 你要知道阿斯他不是正常人耶 他那种人对什么心生奉献 成为都不懂了 我以后再也不约他了啦 配合一下会死啊 这样交往还有什么意义啊 我不干了啦 没有什么意义 他是蛮帅的男生 不过小悠喜欢的类型 不是那种中化老实型的吗 三菜你男朋友呢 哦 他有事不能来 哦 道明是还不来哦 嗯 我跟他提过了 可是他还是不能来 没关系啊 那我们就三个人进去玩啊 哦不用了啦 你们两个去就好 我只是来跟你说一声就要走了 我先走了哦 拜拜 没关系啊 三菜一起玩啊 没关系啊拜拜 三菜 哦 道明寺 对不起啊 刚刚因为塞车所以我来晚了 道明寺好久不见 三菜 介绍一下吧 哦 嗯 他是小悠 你之前就认识了 那他是小悠的男朋友 你好 我叫中哲 请多指教 嗯 他是道明寺 你男朋友啊 嗯 可以这么说啦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那我们就进去吧 那我们先去中心好了 我肚子好饿哦 好好啊 一双美人的眼睛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 只怕我没什么 我们吃这个好不好 好 阿华 但我们自己来不要吃香肠 好啊 反正没吃过 没吃过香肠 真的还是假的 到处都有在卖 一定是那种有钱家大少爷 那你平常在家里都吃些什么 吃黄金还是吃珍珠啊 珍珠粉我吃过啊 黄金的料理我也吃过 那要怎么样 他开玩笑的啦 我们赶快买吧 好 老板 慢慢吃根香肠 好 那再吃个玉米好不好 这样总共多少钱 这样两个 总共320 300 只要给我 我能够请你吃你人生第一根香肠 算是我的荣幸啦 算我的 320是吧 对 来来来 好 你多少三 你多少三 这一定有打篮球哦 不会打 不会打 这也没关系啊 现在很多那种很高大的人 然后运动神经也不是那么发达 也蛮多的嘛 是不是 不要相信 笑啦 其实他很会打啦 只是他怕流汗 怕流汗 我还是亲自听到男生会怕流汗的 那今天这样的天气是不是对你来说很不舒服 应该把他冷气机带出来的嘛 这样就不怕了是不是 我们赶快吃吧 好 吃了 好 来 大家都有了 来 吃吃吃 来 吃吃看这香肠 应该蛮不错的 笑了 盗名士 这香肠你觉得怎么样 盗名士 盗名士哦 对不起了 不过你名字还真难记了 你到底觉得这香肠好不好吃嘛 这是不是猪肉做的啊 你刚没看到那个招牌吗 它上面写的是旗鱼香肠耶 你不会连旗鱼肉都没吃过吧 你觉得我看起来像是没吃过的吗 嗯 我们赶快去玩吧 对啊 对啊 赶快去玩啊 那我还没吃完啊 但是我们可以准备吃 那我们是一起玩 我们分开玩就可以了 真的吗 嗯 那这样子两个小时后这边见好不好 好啊 好啊 OK 好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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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小佑跟她男朋友感情好好哦 这就是你所谓的平民化约会啊 我干嘛那么凶啊 小佑这样那是什么朋友啊 你们在干嘛啊 或者是朋友我早就扁他了 对不起嘛 我原本也以为小佑男朋友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人 没有想到会搞什么这样 那不然我们先回去嘛 算了啊 那也没办法啊 谁叫我是一个有限制的人啊 我才不想跟那种人计较 而且我们现在走的桥要怎么办 可是 你放心 我不会扁他的 就算我再怎么气我也不会动手 叫你放心了吧 那我们也去玩吧 哎 笑一句嘛 干嘛摆着一张脸啊 快一点啊 笑一句嘛 今天我们第一次出来不会 开心一点啊 笑一句嘛 好帅哦 你怎么那么早回来 对啊 都玩过了吗 嗯 你刚去玩海盗船还有鱼梢飞吃啊 好恐怖哦 你们有玩海盗船啊 你觉得好不好玩 还好 还好 你们可不可啊 要不要喝东西 好啊 发卖机买 我去我去 现在这种大少爷 口袋里面应该只有信用卡跟那个 亲缘大少 贩卖机需要零钱的 我才有 你们等我一下 我去买 好 鱼梯上了什么 对不起哦 沟通 她根本就是在找麻烦 我觉得钟泽根本配不上小悠 小悠 我也想去上次的旅行要不要一起去 好 好久不见 小姐你打轻一点好不好 好不好意思啊 那么熟了干嘛 你干嘛快点 朋友来啊 有私人你一定要 干嘛那么客气 就会遇到我们 谢谢 还来一下 干嘛 随便你们好不好 对 大名是 你朋友啊 怎么这么酷啊 长得不错耶 她平常就这个样子 我先走了 晚上联络好 好 拜拜 记得打电话 好 拜拜 怎么样还不错吧 刚刚那两位妹妹啊 熟朋友没想到会在这边遇到 晚上还跟他们约一起来玩 要不要一起来嘛 像你长这么帅 一定两三下就把他们搞定 你在说什么 男人嘛 本来就跟他尽情享乐啊 对啊 这样我就绝对不会为小悠 她这个女孩子 放弃了其他好的机会 你说是不是 虽然你现在在跟三菜交往 但是有的时候一定会腻的 对不对 你在说什么啊 听不懂 少来啦 看你这样子 就不是什么痴情男 女朋友之外 一定还有不少红粉之急 是不是 你不知道在跟谁说话 谁 还不是幼稚的道明圣 你还好吧 道明圣干嘛跟人家动手啊 我已经惹人很久了 如果这女人所谓平民化的约会的话 以后事也不会来啊 还有小悠 以后将男朋友交往像样一点 道明圣 他是怎么样啊 我怎么把我手搭在他肩码上面 他这样动手打人啊 真是野蛮人嘛 我虽然很客气陪你们出来约会了 他这样被人家揍 搞什么飞机啊 谁一病啊 对不起啊 真的很对不起 道明圣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我不想听 你是他的女朋友 你再怎么样你也会替他说话 对不对 周哲 你要去哪里啊 搞啰嗦 当时回去了啊 道明圣 干嘛 不要你去跟人家道歉 这是谁啊 钟哲 小悠的男朋友 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 你说的什么话啊 你动手打人然后自己跑掉 难道这样不用道歉吗 跟那种像张狼一样烂人 干嘛要跟他道歉啊 我气都还没消了 不可能啊 你讲他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你之前答应过我不会动手 你现在为什么要动手 我 我不想说了 为什么 那个庄泽我也觉得他很讨厌 你揍他的时候其实我有点痛快 但是这是两码的事 你动手打人就是你不对 你这样都害到小悠你知不知道啊 他怎么分手 很好啊 你把人家搞成真面子 还说这种风凉话 还骂人家是蟑螂 我看你连蟑螂都不如 简直就是粪开你头而去 烂得理你了啦 随便你啦 神经病 你不要再这样说了 其实道明是他人真的很不错 你看一下上一次四人约会 他不是说他不会来吗 等他之后还是到啦 你还提 他不来还好 结果他一来反而害了你 不会啊 你不要再这样说了 你时间差不多了 我还要回蛋糕店 你呢 我还不是要回去打扫 当用人 那我们一起走啦 我真不想回去 快点啦 去我家还是去你家 讨厌啦 跟你讲 我家很多好玩的东西 走吧 有 我刚才说你不震惊啦 而且你不是有女朋友吗 现在你有女朋友 我才不跟你玩 玩他了 我已经跟他吹了好不好 跟他吹了 你的无聊透了 每天不是找我去图书馆 要不然去滑直拍一轮骑脚踏车 一开始还蛮新鲜的 不过这哪是我的个性啊 装什么清纯美少女 你又是啊 不认识 好像是我们学校的吧 可能在学校见过 小悠 小悠 等一下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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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啊 你先到前面那边走 待会就好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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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嘛 你问我想干嘛 你刚才说那话什么意思 你把小悠当成什么了 这不关你什么事吧 你刚不是也听到了吗 小悠 她这个女的就是那么的无聊 我跟她也没什么好在一起的啊 天下乌鸦一般 黑 OK 哦 对了 你那个男朋友 到我名识是不是啊 他倒是蛮奇怪的 我上次好心要介绍马子给他认识 他现在发飘来救我 你就是个神经病啊 我确定你还是离他远一点好了 呃 不过 我比他好一点 如果你们分手的话 觉得无聊 我可以来找我 你是个混蛋 你不要以为你是女的 我就不敢砸你 你这笨 你小悠远一点 你小悠远一点 小悠 你怎麼了 小悠 怎麼樣 可以告訴我發生什麼事了嗎 對不起 我整個人好煩好亂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是因為你的男朋友嗎 我聽說你們的私人約會 好像不是挺愉快的 我看到他跟別的女孩子在一起 他說我悶 說我是個無聊到家的女孩 他看到了我的時候 他說他根本不認識我 他這麼講嗎 對這麼可愛的女孩子說這種話 這傢伙也太差勁了吧 我從來沒有談過戀愛 他是我第一個交往的男朋友 我知道我一點都不可愛 跟他在一起的那女孩子 真的好漂亮 我根本不能跟他比 不要講這種話 不要講這種話 你沒有必要為了這種人而貶低自己 不要說什麼 我根本不能跟人家比 你應該說我一定要如何如何 我這樣講好了 我這樣講好了 你應該說我一定不會輸給他 我一定會變得更漂亮 我一定會有更多人追求我 我一定會有更多人追求我 有自信的女孩子會變得特別迷人喔 說說看 你可以的 說說看嗎 加油 我一定要變可愛 我一定要變得更有自信 就是這種自信啊 是滿好的 喝杯咖啡好不好 來 謝謝 喝喝看吧 怎麼你喝咖啡都不加糖的嗎 你先喝一口原味的試試看 黑咖啡真的很不錯喔 好苦喔 第一次喝黑咖啡的人 都會有你這種反應 覺得這根本不是人喝的痛心 可是仔細的去感覺 好像有點回甘 而且香味還滿濃郁的 是啊 你能體會這種苦嗎 就是跟談戀愛一樣啊 是會帶著痛苦的 可是這種苦會讓你成長 你在下次就會更勇敢 懂嗎 走吧 你不用送我了 我可以自己回去的 我不是要送你回去 我是要帶你去找那個人 什麼 你要去找誰啊 就是那個把阿四 山菜還有你都搞得不愉快的家夥 不用了 我現在不想見他 你要去找他幹嘛 我最看不慣這種沒有品的男人 既然他自然為是泡妞高手 我們就動動腦筋 戳戳他的銳氣 跟我走 讓他看看什麼叫真正有品的男人 不用了啦 走啦 不用了 西門 走 小優到底去哪裡了 又沒有去蛋糕店 打電話到他家裡 家裡的人又說他還沒有回家 真是讓人擔心死了 喂 到底是 是我 你現在在哪兒 我 小優他不見了 你在那裡等著我 不要亂跑 看到沒有 我忙就來 西門 我想你是算了 我們還是回去好了 我真的很害怕 我真的不想見他 你就這樣算了嗎 這是你第一次戀愛 就這樣分得不明不白 這男人不但腳踏兩條船 用言語詆毀你 身材中都不認識你耶 你不會不甘心嗎 我很不甘心啊 我不甘心我竟然付出了我的感情 卻浪費在那種人身上 那就對啦 走吧 不然你一輩子都會被這種感覺牽絆住的 我們去好好教訓教訓那個男人 把他徹底忘記 然後你再好好談下一次戀愛 好吧 有看到他們嗎 他不是西門嗎 他是誰啊 你認識喔 你不認識他啊 他在POP裡面很有名耶 他長得又帥又有錢 哪個女孩子不喜歡他啊 唉無聊 而且啊 他英格學員裡面 可是F4之一喔 除了西門之外 還有道明寺啊 還有阿澤 等一下 嗯 你說道明寺也是F4之一的 對啊 不過我沒有看到他本人耶 他好像很常來POP玩 你好 嗨你好 你真漂亮 謝謝 這位今天是你男朋友嗎 嗯 他不算是啦 美嘉 我想也是 我真的覺得他配不上你 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你叫美嘉啊 嗯 如果有機會讓你再選一次的話 你會選擇他或是我當的男朋友呢 當然選你囉 開什麼玩笑啊 沒這樣走 幹什麼 你放開我 你放很神經啊你 我只陪你出來玩耶 我幹嘛這樣跟著你啊 你可以回去當你以前女朋友啊 這種人有女朋友 不會吧 你到底想怎麼樣 你想動手嗎 不要生活就高了 算了 這種人我也不想要 你要的話就給你吧 反正我都沒差啊 可以回去找我之前女朋友 他可比你清純 比你好多了 最好 你會轉得痴情媚吧 西門 你看我跟阿廷瓜哥都沒有喔 那從現在開始 我可以當女朋友啦 什麼你當我女朋友 我剛剛不是說 我剛剛是說 如果可以重新選擇的話 你會選他 還是選我 可是我並沒有說 你這樣做我女朋友 況且 我已經有我心愛的人 小優 我好喜歡這個女孩子喔 可是她就是不可能答應 跟我在一起 你怎麼會在這裡 小優 你認識這個人嗎 不認識啊 不認識啊 她是我們學校的沒錯 不過 我只見過她幾次年 不認識 我知道了 你們是故意來整我的是不是 當然不是啊 我們是來真的 給我聽清楚 你要是再敢讓我心愛女人哭的話 就把你的內臟給挖出來 不會因你的智商 我怕你記不住耶 這樣你應該記住了吧 走吧 走了啦 怎麼樣 你們覺得很痛快 好多了 真不曉得當初我怎麼會選上他耶 謝謝 把手這樣放 皮膚飯 謝謝 這些事情呢 就當作我們兩個之間的小朋友好不好 到底是 你真笨 看你一樣像傻瓜一樣 我是在前面啊 走吧 可是小優她 西門剛剛打電話跟我說 她跟小優在一起 叫我們不用擔心 西門她為什麼會跟小優在一起 反正她們現在在一起嘛 你費料怎麼那麼多啊 到底是 其實你小優就知道那個豬子 她是不是在哪裡對不對 對 反正我已經揍了她了 嗯 我剛剛也揍了她兩拳 那一個混蛋 她活該 是誰說不管什麼理由 動手打就不對了 還好 對不起嘛 可是那還不是因為 因為你的頭啦 笨蛋 是你自己在說不把話說清楚 我怎麼會急 欸 你的錯 你還推在我頭上 笨女人 欸 到底是 為什麼西門跟小優都秀在一起 西門她是那種花花公子耶 她是不是想見小優 卻又說把你拐跑 西門不會喜歡小優那種型的啦 你怎麼知道 跟她在一起交往都是什麼 模特兒辣妹 她怎麼可能喜歡小優那種型 可是西門讓我感覺是那種 只會是下半生思考的男生 欸 不要照面批評我的朋友 只會關心別人的事情 那我們是你咧 我們的事 我們先騎交往的事情啊 喔 扣你個頭啦 兩個月下去過去 你知不知道啊 我知道啊 就像是已經拉開 保險的手榴彈 會開始倒數氣死 最後就會 砰爆炸 我什麼時候你還開這種玩笑 欸 臭鼻子 難道你不覺得還蠻好笑的嗎 你知不知道我心裡非常著急 我們的限期交往 一天一天的過去 一切都變得不對勁 不管是你在需要努力配合我 還是世人約合我 我你力配合你 什麼都不對 甚至我會想 我們之間是不是 是不是快要完蛋 算了 講這句話好丟臉 到底是 我很早就想跟你說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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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